很多男同胞会觉得撩妹很难 其实不是撩妹这件事难 而是因为你不会撩妹 你不会说一些哄女生开心的话 自然也得不到女生喜欢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怎样讨好女生开心的话 如果女生对你有好感的话 你说一些情话就叫撩妹 如果女生不喜欢你的话 这就叫性骚扰 很多女生认为撩女生的男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觉得男生玩事不公不定性 所以不一定会选择和你在一起 那么你该如何做才能让他相信你呢 这就是用一些小手段了 你要相应的付出一些努力 赢得他的信任 但前提是要把自己变好 不要让最好的人到来时 已经把最好的自己消耗尽了 常用的撩妹金句50个 1.我想你现在应该很忙吧 那你就不要把我这个句子看完 只看前面三个字就好了 2.你知道吗 好像有三个人都喜欢你 爱谁呀 快说快说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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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老虎不发威你当我 当我女朋友好不好 想要女生表现出喜欢你的暗示 首先你得先吸引到这个女生 让她喜欢你吧 小编曾经也不懂追女孩的 更不用说吸引女生了 后来在网上无聊中看到了一个撩妹的书 恋爱攻心操控术 从此就细心学习里面的方法 并且付诸于实践中 短短两周时间就顺利脱单了 而且还是脚踏两只船的 当时一直在纠结到底选哪个 后来想明白了都先留这杯 然后择忧选择 现在拿下的妹子也有十多个了 我承认我贪心了 但谁让我是男人呢 如果有兄弟苦于脱单的话 也可以学习下 网上有电子书 我就是你即将成功的先例 4.你最喜欢谁了 我自己呀 好吧 怎么了 我想做你一辈子的情敌 好不好 5.爱 你怎么又胖了呀 你能不能控制控制你自己的身材啊 不过没关系 我喜欢的地方又多了一圈 真好 6.我把我喜欢这件事告诉你的时候 并不是希望你也同样的喜欢来回报我 我只是希望你在失落失意的时候能够想起我 能够想起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在默默的坚持喜欢你 你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糟糕 最糟糕的是我那么喜欢你 却得不到你 7.我曾经懒得不干活 你也懒得干 后来咱们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我就需要变得勤奋一点了 因为只有我变勤奋了 才能让你继续揽下去 8.我多么爱你啊 爱到都不敢用力去爱 就是怕伤害到你 所以我的爱是多么勇敢 而小心翼翼啊 9.其实我每次说晚安都有两个意思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A.熬夜对身体不好 赶紧去睡觉吧 宝贝 B.你能不能再陪我聊一会天啊 10.你要是优乐没奶茶就好了 为什么呀 那样的话就可以天天吧 你捧在手掌亲了谁也抢不走 11.你能不能管好自己美丽又动人的嘴巴 为什么呀 我怕我随时忍不住会亲上去 12.我猜你一定很喜欢吃糖吧 还是那种特别甜 特别你的那种 喜欢呀 你怎么知道呀 因为你长得好甜呀 所以我想一定是因为你爱吃糖 13.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的眼神和你的眼神对视 我当时心底涌上来四个字 命中注定 14.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 你发消息说我想你了 不仅仅只是这一天在想你 而是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你 只不过这一秒实在是忍不住了而已 15.给你说一句很有内涵的诗句吧 什么啊 一览中山小 什么意思啊 嘿嘿 自己查去 16.你有没有听过3D立体环绕音乐 听过呀 我小时候还天天玩呢 什么呀 丢手卷啊 17.重大会披萨 你怎么吃啊 切6块还是切12块 6块吧 12块我吃不了啊 18.你总说自己单身 那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异性的话 你愿意跟自己处对象不 你在说啥呀 妈呀 想都不敢想 谁能有这种福呀 19.这要是放在古代姐姐的 颜值可能当上京城第一花魁的 整个青楼的门面都是由我撑着的 你意思你要穿越回去就当个主子 20.小姐姐 能不能用一句话形容一下你的照碑 从小就随我爹 21.咱俩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不合适吗 我白搭 22.我告诉你 你不要鄙视我们人穷 我们穷不是一种现态 而是一种常态 23.爱 你怎么一个人过七戏啊 咋逼 半个人出来喝死你 24.你知道地球最外面那一层飘的是什么吗 星星 香飘飘奶茶 25.有次考试我历史老师问我 你这个同学真的是 你为什么考试要交白卷 你随便写几个也行呀 我真诚地告诉老师 老师 我也不想交白卷 但是我怕篡改历史呀 26.你看那个新闻了没 两个小学生竟然在当街闹分手 男生竟然向女生讨要分手费 哈哈哈哈 太尴尬了吧 能不能给我们90后空巢老人多一些关爱 27.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把身外之物看得很重 能不能像我一样 钱放在桌上得拿东西压住呀 不然风一吹不就跑了 28.服务员 先生 很高兴为您服务 请问您需要什么 我 等等 你高兴得太早了 29.我朋友向我吐槽 说他对象吃豆腐调戏他 你说这正常吗 这还没结婚 就动手动脚 结了婚起不是要上床 反了他了 30.问 如果你现在穿越回古代的客栈 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你该做些什么 打 我得在墙上贴一行字 要打请您出去打 31.服务员 先生您好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我们竭尽全力为您服务 那感情好啊 你去前台帮我付下前辈 32.一次多塔 队友 我有点卡 你们呢 另一队友 啥啥啥 这游戏还需要点卡 在哪买啊 33.广播体操太价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女生做这么多年的 扩胸运动也没见扩出个啥效果 那你看过那些跳拉丁的男生 丁丁有被拉长吗 34.北明有鱼 其名为昆 昆之大 跟你体型有的一拼 化儿为鸟 其名为彭 彭之辈 跟你的运气差不多 35.一次看到别人求婚 我就心血来潮问我朋友 说为什么求婚都是单膝跪地啊 我朋友一脸鄙视的看向我说 双膝跪地你那是给你祖宗上坟 还是求婚 36.敢问苍天 有谁能想到 这名16岁的少女 四年前竟然只是一位 12岁的少年 37.问 你知道这世界上最不会游泳的是谁吗 达 媳妇和妈辈 老掉海里等人救 38.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啊 我天 真油都能炒盘菜了 39.据说寒冷的环境能让人变年轻 你信不信 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你没看昨天那条新闻啊 某大爷今年70岁 出门那家伙动格跟孙子似的 40.女生 我生气了 你就算给我买丝也没用 你已经轰不好我了 男生 行行行 那咱不买那咱不买宝贝 别生气了 41.如果你被车撞 飞好远好 远爬起来之后 你可以说一句最帅气的话 你说什么 再来一辆 42.你知道孙悟空头上的圈叫什么吗 金姑呗是猴头姑 43.那你说我是你的什么 妈的智障 44.我昨天晚上问了电风扇一个问题 我问他说你说我丑不丑 结果你猜他怎么做 这玩意儿了一晚上的头 哎 我这个心情而瞬间好了很多 别听电风扇的 他是个骗子 那都是吹的 45.你这学期基点 怎样啊 很敏感啊 46.我是绑匪 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 赶紧准备一百万 要不然我们就撕票 赶紧撕 别浪费时间了 小心点警察发现 你们掩护好点啊 就这样再见 47.两只小蜜蜂娘 飞在花丛中娘 飞得高的蜜蜂对飞得低的说 你哥洛比 48.我想送我爸纸长寿龟 你觉得怎么样 不知道乌龟好不好养 乌龟还不好养 那得看你怎么样了 养得好了他还能替你送中呢 49.你看过的第一篇穿越文是什么 就出中学的那个陶渊明写的 桃花园祭 背 50.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应该排斥电子书 因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电子书就是人类进步的电梯 51.文科生 夜的离去 是风的追求 还是树的不挽留 李科生 都不是别文艺了 那是脱落酸 52.妈 我出柜了 那你现在是喜欢男的 嗯 那就离你爸远点 53.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再不在乎我 我喜欢你 我在乎你就够了 54.下辈子我在另一个地方等你 你不来 我不老 我会一直等下去 直到遇见你 55.有些事情你总是犹豫着 不肯说出口 怕伤害到我 那你就永远不要说出口吧 我害怕关于你的一切 我都害怕 56.很遗憾没有参与你的前半生 希望能够陪你走过你的余生 57.我怀揣着最大的真诚去喜欢你 并没有其他邪念 58.我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上 世界里面消失 不管最后结尾是好还是坏 59.在这个虚伪功利的世界里 我只喜欢你 因为我只喜欢有你在的世界 60.其实有的时候给你打电 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事 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而已 61.闭上眼睛 把手放在我的手心 给我最大的信任 我保证你在我的手里不会迷路 62.我想我真的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吧 我想要拥有每一天的你 从前的你 现在的你 未来的你 每一个不同的你 感谢大家的阅读 遇到喜欢的就拿去聊妹吧 优优独播剧场——